我想知道就是 因为疫情来了之后 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它什么时候 会完全的消停下来嘛 然后现在其实还是处于 疫情的一个影响的阶段 而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 他们的工作 或者是生活 其实受到蛮大的冲击 包括收入 然后我想知道 就是三位你们所在的行业 就是 有没有对你们的就是工作 就是先说工作 对你们的工作 有什么影响 是会变得更忙还是更闲 或者是说收入 有没有什么变化 你可以说的不用说太细嘛 就是有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可能有的时候 上次我们聊天的时候聊过 但是其他看直播小伙伴 他们可能都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你们各自领域的情况 然后让大家知道一下 然后那个 那就前面是 那就倒过来吧 大正先开始 然后再是大鹏 然后再是套 好吗 你们三个是这样的倒许 我好像在对我们行业应该 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我们做的是企业应用这一块 目前来讲 目前来讲 就是生意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且可能会更好一点 因为大家不能见面了 那比方说现在你们会用腾讯会议 其实这次还是有很多行业被炒火的 比方说电商行业 以前安福路上好多家店都不用电商的 然后饿了墨上面都没有 现在全都跑到饿了墨上面去了 然后还有一些会长行业 也是我们的客户嘛 因为他们现在客户可能会长开不起来 但是公司又不能关 所以他就要利用一些互联网这一方面的技术 那么他可能要把他的客户把它联系起来 所以 比方A伙伴他也会用电商 比方说用腾讯会议 来让大家可以不见面就可以沟通 所以对IT行业来讲 我觉得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所以对我们应该影响不大 只是工作可能在家里 确实还是需要适应一下 因为这个中间就不像以前在办公室里面 每个人都能看到 所以在管理层面上确实会有点难 所以你们现在还没有到办公室去工作 目前为止还是在家 Homework吗 对Homework 不敢去办公室 万一去办公室弄不好团灭怎么办 命很臭 命很臭 送人头 然后你们预计什么时候复工去办公室 可能暂时也没有时间 是吗 也没有确定 有可能下周 比方说上海的同事会先去办公室工作 然后有一些家在外地的同事 我们现在还没有赶让他们先回来 先在家里面 那这样呢 因为他们一回来又是14天要隔离嘛 所以先在家里面 等到那个回回户大潮过去以后 再回来比较安全一点 那个 那接下来 刚刚大正说了 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个 对行业的影响和冲击 几乎得没有 只是改变了他们的一个工作方式 现在改成Homework方式 那那个 大鹏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酒店的话 就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是酒店行业嘛 就是说 还有很多比如说出差呀 或者说他有需要出门啊等等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没有营业 我们可能一天可能要损失个几百万吧 这样子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集团公司 所以抗风险能力还挺强的 我们大概是在一月底吧 然后集团就已经发了通告 说我们不会裁员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的话 我估计的话 我们可能要到三月份之后 然后才会开始 就是说复工 因为现在的话 同事都是在休假当状态工 所以的话 我们是跟着政府的政策 政府说 你们在家休息 那我就在家休息 所以我就基本上就不出门了 除非我说 我要去买东西吃 比如说我现在都自己做饭了 已经掌握了几个做饭的小技巧 所以我们就是要等到通知 什么时候开工 就什么时候开工 然后呢 因为已经有收入了保证了 反正我们也不会裁员 也没有说要降薪 反正该发了就发 所以我现在还是蛮开心的 为什么呢 听起来都没劲 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上班的话 主要是出卖自己的工作时间 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 那么的话 如果我不上班 还照样发钱给我的话 那我就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的话 我现在每天都是 比如说七点多起床 十二点钟做饭 然后三点钟就午休 然后十八点钟开始锻炼 然后我觉得我有好多事情可以做的 如果公司能继续给我发薪水的话 反正叫我不要出去 我就不要出去吧 反正我觉得就算宅着 也可以选择做自己比较开心的事情 就算在蜗居的话 也可以做很多 你觉得可以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然后的话 就每天有好多时间可以学习 或者说有时间可以网恋来 等等等等 там换个人 当然